一碰即破的泡泡輕輕一吹 卻有如神力加持 不只有泡中泡 甚至還能轉動 它的泡泡水 會需要符合幾個點 一個是延展性 一個是強壯度 然後還有就是它的持久性 我們可以加一個泡泡 它變滾滾 吹泡泡不再單調無趣 勾達十幾種的變化招式 創造無限相機 也吹出三億元的年移收 台灣唯一一家的泡泡水工廠 不知種類多達二十幾種 甚至還能讓您 進入真正的泡泡世界 延展好穩定性高 MIT夢幻泡泡水 不只年產百萬商品 九成都修往國外 也連續打破金式紀錄 從2011年152顆泡中泡 2012年195下彈跳泡泡 2019年更是沾一次水 就吹出1152顆泡泡 就連太陽馬戲團也指定要用 太陽馬戲團使用的泡泡水 就是這一款泡泡水 那為什麼他們會使用 這款泡泡水 是因為它的穩定性很好 延展性很好 顏色很漂亮 獨家配方保持最高精密 但也透露36年的不敗地位 是靠飲用水等級的泡泡水 打出的天下 礦物質的含量高低 有可能會影響到泡泡水顏色 泡泡顏色 然後延展性 對 跟持久度 所以我們為了讓品質更好 所以我們就使用 澡水來作為原料 按照歐盟規定 安全性拉到最高 下一步也想將行修站 拉回本土鎮場 從親子團購客下手 希望在台 另品專屬的藍海市場 巴軒家庭賴城瑋 宜蘭草報道 剛剛泡泡好驚人喔 還把我們的記者整個包圍起來 因此可以想見 它真的是台灣之光 但這來自林家父子 童馨36年辛苦的結果 靠著不斷的研發 第二代的接班人 創造出自由品牌 讓台灣工廠 不再只是代工 讓台灣工廠因為泡泡 被世界砍解 像這一區就是我們的成品區 就做完的成品 我們就會先放在這個區域 弱大廠房中滿即將出貨的產品 林曉綺老闆帶著走路 位於礁溪的泡泡大本營 一覽父子同行36年 創造出的泡泡王國 我覺得泡泡是帶給大家歡樂 但是對我來說 泡泡就好像是我的生命這樣 有記憶以來都和泡泡一起生長 從看著爸爸在路邊賣泡泡水 到現在接班第13年 將OEM發展成自由品牌 搭進國際市場 接手我覺得比較大的改變 就是說我們把整個公司 做就是資訊化 倉庫你沒有導系統的話 我們就是沒辦法說 我們現在到底庫存有多少 那你很難做物料的管理 老工廠新改變 中間停過不少風雨 80年代後 本地工資漲台幣會避升值 當其他泡泡廠都在外移 林爸爸卻讓工廠深耕台灣 我們傳統對泡泡的認知就是說 它吹出來碰到就會破掉 但是這個泡泡吹出來以後 碰到它不會破 它可以停留在你的手上 1996年 研發的可觸碰泡泡 不只成為留在台灣設廠的最好資本 更入選紐約時代雜誌最佳發明 而第二代接班人林秀琪 也遺傳的爸爸精髓 這個吹管裡面的紙逆法 對 那它就是 我是從那個 因為有用品裡面的idea來的 對 那它就是吹的時候 水不會往後流 對 流到水巴裡面 接班夢幻泡泡王國 林少奇克服傳統創新突破 扛起的不只是家族企業 更要利用這一顆顆魔法泡泡 繼續守護孩子笑容 法宣人家庭賴城尾以藍藏寶島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